台大急診室醫師曾鈺慈 去年五月在斑馬線上 被酒駕車輛撞傷不治 而肇事的駕駛竟然還加速逃逸 新北地方法院昨天一審宣判 被告詹正山被判刑五年半 說得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罪該萬死 面對鏡頭一再說抱歉的詹正山 在去年五月份酒駕開車 為了躲避領檢闖紅燈撞死了 台大醫師曾鈺慈 犯後也沒有下車查看 還加速離去 新北地院今天依酒駕致死 和肇事逃逸等罪 判詹正山五年六個月刑期 32歲的曾鈺慈 是台大醫師柯文哲的愛徒 被酒駕撞到腦死 斷送性命 讓家屬悲痛萬分 也掀起社會對酒駕的議論 加速促成加重酒駕 肇事刑責的修法 不過新法公布實行 是在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一號 刑案無法訴及既往 因此曾鈺慈案 只能適用就罰 監財重也沒有用 人都死了 判在幹什麼 那個酒駕房子供應基金 你們開始要運作了 我們會想法起 讓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了 儘管肇事的嫌犯遭到判刑 依舊患不回寶貴生命 柯文哲認為眼前最重要的 還是要加強防毒酒駕惡行 別再讓無辜的用路人 因為酒駕事故 白白嗓命 就算陳昌偉 新美食報導